本人长得比较黑 昨晚和男票在小树林接吻 第二天闺蜜跟我说 昨晚看见你男友在树林里啃树皮 他是不是有病啊 同桌放了好几个屁 我问 谁放的 同桌立刻表示是他放的 我捏着鼻子问 你到底吃了什么怎么臭 他很鄙视地邪了我一眼说 做人要宽厚 怎么着 还想要配方 小时候妈妈说 要好好学习 不然长大了要去掏大粪 于是我努力学习 考上学院读了博士 发觉我依然是个掏大粪的 刚常大夫无奈地说道 朋友是地铁司机 下了班去相亲 女孩问 女孩问 怎么来的 坐地铁还是开车 哥们认真地说 我没车 我开地铁来的 第一次到女友家做客 不停地给我夹菜 赵母娘关注地问我 还要饭吗 我沉默了下认真地说 阿姨 我有正式工作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